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在晴朗的星空解密》 我是藍秀朗 阿波 我是阿晴 好了 今集有特別一點 特別在什麼呢 就是上一集已經預告了今集 很少預告下個星期會說什麼 因為一早就想了今集的主題 而今集我可以這麼說 如果大家看完這三節的話 必須預先預告 就是很多裡面的圖片 大家未必頂得住 放心吧 你沒有擔心 那就是在第一節的時候 因為第一節都充滿 在YouTube給大家重溫 是一個重溫的精華片段 裡面頂洞有一張踩邊的圖 不算太過分 但之後的二三 可以這麼說 就不是誇張 有一個重溫過殺人事件的現場 那是什麼啊 藍衫 題目是什麼啊 說啊 等一會兒 你們不要這麼吵 其實不是只不過 其實是這個主題 這本書 其實我看了 除了這本書之外 我們看了很多類似的 一些相關的資料 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這本書叫什麼名字呢 大概叫事件現場 清掃人出動 可以這樣翻譯 什麼叫事件現場 我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請簡介 簡介完主題 我們進入一個熱門時段 簡單來說 本集的主題就叫做 孤獨死之 執屍 你孤獨死還是孤獨死 你知道那條屍 有沒有人執呢 是兩件事 孤獨死是主要的 其實有時候的狀況 就是他自己家裡 或者是他自己租住的地方 自殺了 跟我們香港有不同 主要是說日本 有時候叫做事件現場 這些清掃人 大概幾萬港幣 當時有多難處理 就去收這個費用 去執屍 只是執屍而已 執走這條屍 是不是五工去做 這些工 不要說是五工 六工 七工 都不容易做 為什麼呢 預告一點點 裡面 因為他有時候孤獨死 孤獨死就是等於字面 因為香港比較少用 日本的常用 就是他自己獨居 他自己死了 獨居不一定是老人 多數老人 都可以年輕 三十多人都有 死了之後 沒有人發現 那個屍體已經化了 沒有人 臭味當然嗅不到 一會兒會解釋給大家聽 是真的可以 裡面有分享的個案 我總共準備了八個案 是可以誇張到 有一個 是死了兩年都沒有人發現 發現的時候 已經是一副白骨 一會兒聽下去 就會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簡單說 就是日本的居住環境 生活環境 和乾燥程度 跟我們是不同的 香港是非常不同的 香港你別說 兩年 四天 如果有人死在屋 就沒理由聞不到臭味 因為太過逼劫 和太過潮濕 或者是你身邊的人 一天沒有洗澡 你就已經覺得 哇好臭啊 這樣說 所以待會兒 我們開始準備說 熱熱一些話題 related的話題 之後入主題的時候 頂孔給大家看 一張半張 一些比較踩邊的圖片 就不是論式 不是說 你逼你一定要付廢師 不是這件事 而是過YouTube的時候 放精華上 他都擔心會被人禁止了 免得了 那些真的很恐怖的 例如整個人 可能腐爛了 撿走了整個形 溶了在這裡 整個浴缸 不懂得形容 那些後面的兩節 呼籲大家都是 可能看一看圖 不要看了 聽了你聲音形容 就會比較 聽了 會好一點 但這個是很獵奇 雖然是一個這麼踩邊的東西 但大家都會 原來撿私人的時候 可以加碌 會有多誇張 會有多恐怖呢 都會跟大家分享 好 正經的預告完畢 我們一些輕鬆的 REAT的話題 阿成 你說吧 P-A-U-L通訊站 現在又到了這個時間 其實剛才已經說了一點 就說孤獨死了 其實也想說一下 這個就是單身狗的遺害 怎樣呢 有時候單身狗 正所謂沒有後袋 沒有後袋 沒有人 但我留意到 其實很多時候 單身狗 之所以單身 不單止在於是否有男女朋友 就是勝利者 很多時候他們是一種自我封閉型的人 你覺得不是配對錯誤 怎樣配對錯誤 以前好像有一部電影叫做《有你終身美麗》 一個數學家 他後來拿到諾貝爾獎 他的概念 若莫 我不太記得了 大概就是說 他的概念 就是怎樣去 關於經濟學上用得到的 很多時候 如果套用男女裡面 就是說為什麼會 他用男女 式男仔式女仔 當然是女人式男仔 也可以 男人式女仔 或者女人式男仔 你喜歡 其實你可以等於經濟學裡面的一個買賣 為什麼有時候交易是做不到 等於男女認識不到 就是你的期望不同了 例如他分 grade 例如A B C grade 我約莫記得是這樣 男的條件 包括樣貌 包括你自己的學歷的家財 A B C分三 grade 你自己是B的 麻煩你就找回 當女兒分A B C 你B就找B 或者B你找C 不是簡單 你B就要找A C那個C男 你找B女 那些女兒 如是這樣的時候 就會組合不到 變成錯配 但是如果可以共贏 無論經濟學上的概念裡面 做買賣 或者男女裡面 如果你怎樣適量 去調教你自己的條件 去配合你選擇什麼條件的時候 那就變成可以 win-win 是雙贏 大概是這樣 是的 但是通常我留意到 單身狗 剛才你所說 對自我條件的要求很高 某程度上 是有些自戀型人格的 因為我怎麼這麼說 因為最近我見到一個YouTuber 但真的在大陸的 那他就是一個高身人士 五萬多元 最喜歡玩一些Cosplay 穿一些漢服 什麼露尼塔衣 總之什麼花錢的玩意 五萬多人仔 五萬多人仔 那你不要爭論 五萬多人仔 五萬多人高身 大哥 中國大陸 很多人幾千元 最常是精分 男的女的 女的 一列出的條件 就是對方要接受我的興趣 還有想和我一樣的薪金這麼高 但是立刻下面 就已經一列的批評 就是怎麼說呢 一來你的興趣 只是花錢 花錢得來 就是沒有一個實質的收入 可能 譬如玩的Cosplay 收入可以很高的 可以出社群集 大陸那邊有這樣的市場 但也不是發達的途徑 第二 當你沉迷玩這些事情的時候 男方又要沉迷玩這些事情 又要可以這麼高薪 真的是 鳳無倫角 第三 那個女孩子 就不是超美女 都是叢田聖子女 就是上集說叢田聖子 貼了雙眼皮就可以 撕掉雙眼皮 就是一個平凡女子 這樣 你一來花費大 二來沒有樣貌 三來 是一些偏滿的興趣 但是你要求一個人工 同樣高的人 真的很難找到 第三 我覺得有時候 可能條件要求 很喜歡設定條件的人 其實是找不到的 因為通常到最後 到最後你設定的條件 就是你通常完全相反 大家知道愛情這件事 還有很多時候 這個孤獨死也是一樣的 看到他們 為什麼最後會孤獨死 明明是一個社會 尤其是最近說 社會上死了的人 沒有人知道 大家都討論這件事 但是通常 社會上死了的人 沒有人知道 就是這個人 從來都沒有接觸過其他人 甚至是有些個案 就是我們看到 為什麼沒有人 明明是有上班 或者是他 都是中年人士 為什麼都會孤獨死 又未到腦退化 原來他們和鄰居 都很少打招呼 結果鄰居又不知道這個人存在 因為你平時沒有跟別人接觸 沒有跟別人溝通 也都 免得你那些犯人 八婆 這些鄰居 全部都是混蛋 結果你不存在的時候 那些人都不為人所知 就會 單身鬚鄰居接回應 情所想的樣東西 即有時候 香港也會 就是不是一個地方死了的人 我記憶的一句是怎麼說 就是學中國那樣說 生要見人 死要見私 當然生 就是交了人出來 如果死了就會被教他 如果真的沒有存在過 這個人沒有存在過的時候 何來交出來 當然了 我們過去說過 類似音樂論就是 不是呀 那個人死了 他父母也会投诉 他父母也会想起 他父母也会想起 亲戚也会想起 亲戚也会想起 朋友也会想起 朋友也会想起 同事也会想起 如果你这样去想 就无限扩散下去 死一个人为了灭他的口 可能随时要死一千几百万 但发觉都要确保 那些人是没有同事 没有亲戚 没有联络 还有好像这个案例 看到众多案例 没有人知道他死了 两年都没有人知道 因为从来平时都不出门 明白 我再回应单身狗 入题 单身狗这件事 听了个例子 不要说出来 我认识那些人就丙我 女性三十多年岁 我记得三十中间 后半不上间 不会是三十二三 可能中或者后 样子又普通 收入又普通 但他们很流行 要找男伴 年纪可能他不要求高 应该他们不会接受 可能去到四十后半 可能跟他差不多 当然28岁更加好 没所谓 28岁都小鲜肉 例如你年身有2000万 70岁都可以 条件就是收入 不能给他少 有时 如果你说真心为这些人好 就会给他真心的意见 你不要想这些东西 这些是发梦的 为什么呢 你想像 譬如举例 当我女生是三万元人工 我假设他一个三十中间或后半 他想一个识 又是一个年纪 都会找三万元 不如我想这些人 你告诉我 假设是有35岁的一个男人 他为什么不找过25岁的 或者甚至是21岁的大学生呢 对不明白 还要通常附加这种东西 最好就是英俊 由英俊 他基本收入的时候 为什么不回向下年龄找 除非他本身是喜欢那些年相 比较大 比自己的姐姐 你说不通 在一个逻辑上 这些正是那句电影 有你终身美丽的概念 这些就随时错配 大家都没有 而且我觉得很多人 尤其是这些单身狗的个案 长期单身 他们很着重金钱 譬如 他不会找得比我少 所有东西都是用金钱 来衡量的时候 正所谓你会计人 别人会计你 所以就变成你在一个婚姻市场 在一个婚姻市场 或者爱情市场 你的价值就很低了 那林先生 你说两个 说单身狗 和执私人什么关系 当然有 通常里面那些 一般自杀死 或者独居死 通常都是孤独死 自己死 如果家里有家人 当然都会发生自杀事件 但是相比的机会 就起码 虽然说一句 家人如果真的出了事 你马上回家都知道 除非你九年不回家 是不是 你出了去行船 原来去了北极那里 原来流失了 原来过了九年 你马上知道 但是这些 我们以下讲的case 真的可以风干了这件事 甚至变成白骨 就是因为他单身 所以related 讲单身 好 完 我们入题 阿成你也准备了一些东西 不如我先讲 我这边的图片 先出了 好吗 第一张图片 是一个封面 我手上这本书 这张图不是我拍的 纯粹是网上截 我也有这本书买了 事件现场的清措人 出动 这本书 这个就是赞稿的人 他也本身做这个行业 我看一张图片 一个叫做 拜祭 他们来到的时候 就会是 进去之前 就会做一个这样的拜祭 大家明白为什么 里面有个尸体在 他们当然要装备 就不是一般那些 普通房 Tier Gas 那些猪嘴 那么简单 看下张图片 那装备 就是这样去装 打紧眼罩 因为怕着有一些 可能死者的体液 就知道 不是血液那么简单 可能是撕水 那类的东西 弹到的时候 可能有细菌 感染 骯髒 各种各样东西 所以做一套 这么厉害的装备 在这里 阿诚不如你说 我们看下张图片 这个就是最踩边 就不让大家看这么多了 这个就是 它有个尸体 在塔塔米里面的时候 当它死了 它就会腐难 腐难就会分给一些 我们所通称叫撕水 它滲在塔塔米里面 就是日本类似 这种草籍的质料里面的时候 就一定要更换 这张是最轻期的 所以在这一节 可以给大家看得到 之后就不敢在这节 给大家看了 可以看完图片 回来见我们 谢谢 回来重 阿诚你可以说了 其实刚才说 看到那个人 穿得这么厉害 其实他们通常 里面穿了工作服 就是整件夹衣 简单来说 然后他们 我们穿完戈纳衣 就穿着防护服 然后刚才看到 他的手上 其实他不带了一层手套 通常是带两至三层手套 而且最重要 好像在一些 进入生化危机的现场 他们在手套 是要紮上胶纸 令到 不要感染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原来 很多孤独死的人 其实死了之后 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病 因为他死了之后 可能他会有爱滋 或者他有些传染病 可能有些传染病 或者是 可能他去完 非洲回来 有伊波拉 你不知道 所以当时 他们都用了 生化级别的 去做一个处理 而且他们不单只穿着防护服 有时也就是 你不知道他怎么死 所以他们也穿着鞋套 主要原因就是 免得留下鞋印 一会儿 凌晨走过来 其实这是一个杀人事件 其实这是一个杀人事件 就破坏了现场 所以他们也要穿着鞋套 另外 为什么刚才戴了防尘口罩 戴劲的T.A.Gas 也是可以隔离生物的污染 还有有个社长 其中一间公司的社长 就说 其实每一次做完任务之后 我们的衣服 用碱水要手洗一次 然后才可以等下洗机再洗一次 这样才可以确保 那些味道可以脱掉 因为经常 那间屋里面 都是臭到飞气 还有如果在香港 通常就会 烧一些香 去令到 那个辟味 但在日本那里 因为日本人 所以他们进去屋 第一件事是密封了那间屋 因为他们怕 那间屋里面的味道 就会涌出到鄰居那里 所以他们都会用胶纸 密封了那间屋 然后才开始进行一个清掃 我想听众们 在这一节 在网友们 即死精华的短片里面 都想起码可能听 一个个案 就是这些叫做执事人 他们的预理什么 什么背景 不如阿晴你分享 一个给你分享 其实我也准备很多个 其实其中一个个案 就是比较恐怖的 就是一个叫做千叶怨 玉室容私案 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就说 容私案 是不是杀人事件 是不是下了一些楼宣 那又不是 这个个案 其实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这个死者 他洗澡的时候 就过了身 然后洗澡过身 本身就不是一件大事 问题就是他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结果是足足两个月 才被人发现 本身都没事的 最多就是浸到尸 可能遗用不是那么好 但是问题就在于 原来他的浴缸 是有自动保温功能的 我要简单说 过去节目都提及过 怕大家记性不一样 记性方面就好 记一般的就未必 记得那么清楚 我提提大家记性 就是我说过 就是日本的一些浴缸 跟我们很不同的 日本的浴缸 是主要用来浸的 我不详细说 因为我们不是说 日本文化的节目 其实洗干净身 进去浸热水的 所以它的浴缸 是有恒温的功能的 咔住的按钮 我长期要 举例 我要42度 它长期会煲住水 很多时候 程姐也说这个案 用丝不是真的有人杀了他 就是煲了他的丝 而是他自然煲了 真的慢火煲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才所说 就是浸在里面的时候 应该是心臟病之类 它就断了气 然后那个缸 虽然电也很贵 在那边煲 不断保持四十几度 那你想想 如果慢火煲五个小时 就入了味道 老火汤 你已经入了五个小时 它真的煲了这么多天 它是简单说 我理解就是 应该 我不是看这个资料 都想象到 它是皮 肉 里面的脂肪 是融了 黏在肛里面 其实关于这张恐怖的图片 其实后期才看到 阿诚 不如给你补充 还有他就是刚才所说 就是好像煲炖汤 那样 肉已经煮烂了 到这个清素园 清理的时候 他们搬一条丝 这条丝就好像 骨肉立即分离 好像溶解那样 其实他们搬到骨解出来 肉就这样 掉回到肉光 甚至是有一些骨头 因为你知道 骨头有些筋骨 可能它有些胶质 溶解了 就黏在光底 结果就要慢慢拔出来 而且整个肉光 都已经煮到发黑 好像煲窝窝窝窝 而且整个肉室都是污血 就是一些浴漿 那个图片我也有的 是之后再给大家看 因为免得这一节 在编写出来的时候 YouTube都是禁止 随时禁止了这里 都不顶 就是禁止了我们那一节 所以之后 我就补充一点 其实一般这些肉光 就是那个屋主慘了 其实是没得洗的 是要整个拆了来更换 才可以处理得到 我们就完这一节 情所讲是一个发生的事件 其实我准备的案子 也是在这本书里抽出来的 它都比较人性化 除了说那个死状很恐怖之外 它会说背景的屋主 或者租客 它的背景是怎样 在凭它的遗物里 知道它有一些 鲜为日子的故事 它不死 是没有人知道 死了 才知道它的东西 所以这一节 其实到Overland少少了 我们不如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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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可以预告多一次